且是延燒 為了穩定民心 總統蔡英文在今天召開的是線上談話 先是針對高齡長者疫苗的施打進行說明 要求縣市首長必須做好完全準備 儘管本土疫情相當嚴峻 總統也信心喊話 希望各界可以一條心 共同度過非常時期 這幾天的高齡長者開始接種疫苗 這是我們第一波全國大規模施打疫苗 地方政府尤其是我們幾個執政的縣市 都用了很大的心意 現在長者接種疫苗第二天 總統蔡英文親上火線 向國人信心喊話 要各縣市首長繃緊神經 疫苗陸續接種考量到各種變數 蔡總統緊盯施打進度刻不容緩 而面對本土疫情 蔡英文態度依舊 我們是執政黨把事情做好 就是最基本的工作 連續四周召開線上談話 看得出來蔡英文想穩住民心 而為了落實防疫 跟在臉書發文支持蔡英業者 拿著外帶餐點和新竹市長林志堅 開心合影 呼籲國人外帶以行動相挺店家 不過疫情當頭各界最關注的疫苗 到底何時到位 除了日本捐贈的124萬劑的AZ 現在到貨開始施打之外 下一批到底我們跟國外訂購的 這些疫苗什麼時候來 根據國民黨內部所做的民調顯示 國人最想施打疫苗 前兩名分別為莫德納和輝瑞 而對於國產疫苗似乎較沒信心 有49.9%的民眾擔心 施打國產恐怕無法取得國際認證 而面對各方質疑 指揮中心也公開回應疫苗配送進度 在接下來我們會再配這個莫德納 在莫德納裡面 我們發到縣市政府裡面 大概會發63200 要針對123類 莫德納疫苗將在6月18號 進行第二次配送 只判中央地方一條心 提升國人疫苗接種率 讓不見鏡頭的疫情稍微趨緩 這台北最后報道 を調整 把它押沾 辦公海 移動 觀察 天 公主 石